台風山圖兒來勢洶洶 在南投山區吹起強陣風 不只機車被吹到倒在地上 樹木也被吹得搖搖晃晃 就怕大雨來襲 任愛鄉農民 一早忙著搶收農作物 農民將一箱香高麗菜 青椒 番茄等作物裝箱上車 趁著風雨還沒變大 趕緊送下山 另外在宜蘭大片沖田 才因為上次臺米颱風影響 還沒完全生長完 就又遇到山頭兒颱風進逼 蔥農站在田裡快手拔青蔥 希望能夠降低災損 農會說現在青蔥價格 大約落在每公斤兩百二十元 不排除颱風過後 青蔥價會再上漲 而在臺東在地特產世家 正值小果旗 就怕藥果被打壞 果農一早甘忙施工 一顆顆拳頭大小的臺東世家 被強風吹得搖搖欲墜 果農拿著剪刀修剪樹枝 避免因為強風拍打樹枝 才剛長成的世家藥果 就被打到底上 果農無奈地說聽到颱風要來 都擔心的睡不好覺 只能盡力做好防台準備 希望辛苦栽種的作物 可以挺過這波強風豪雨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